大家好 今天分享柠檬可乐的做法 它可使初期风寒型感冒恢复正常 准备好柠檬 不是清凝 它们口味不一样 把生姜去皮 斜着切片薄一点的大片 柠檬洗净 洗净以后把它擦干 把柠檬切薄片 一个杯里放一片 柠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能防止和消除皮肤色素成着 起到美白的作用 它的去糖功效比橙子和柑橘还要强 据说可乐是1886年 美国一位药师将糖浆与汽水混合后 创造了这种口味独特的饮料 这是一瓶是300毫升 两瓶是600毫升 再来一瓶 再来一瓶 它的配方至今 除了次有人家族之外 无人知晓 这个秘方 现在保存在可口可乐世界博物馆 这是600毫升 姜片可多可少 给你个人喜欢 我放了几片 四片 放五片 现在还没有开锅 因为是可乐 它本身含有气体 所以像是开了 还没开 再等一下 听见声音快开了 现在温度是92度的 开了 关火 把这姜捞出来 柠檬可乐很多香港人在感冒初期经常饮用 或者是作为预防感冒的饮料 柠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可以促进身体恢复 直接饮用就太酸了 可乐的甜味恰到好处地掩盖了柠檬的酸味 姜可以驱寒 可乐的甜味能调和姜的辛辣味 喝一杯热的柠檬可乐 有助于提升体温 促进发汗 提高免疫力 可使初期风寒型感冒恢复正常 再把柠檬汁挤入碗中 你会想太酸了吧 我告诉你根本喝不到酸味 再把刚才捞出的生姜放上 可乐的甜 生姜的辣 加上柠檬的酸 味道真的很好 您若喜欢可以试试做 也请您给我点个赞 欢迎您点击上方的凡人趣日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